天气方面 原本各国博士预测 卡努台风将会直扑中国华东地区一带 但是根据气象局31号的预报 卡努台风将会大回转北上 甚至不排除会在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也强调 卡努台风的路径转换将会影响未来西南季风的发展 他也坦言 这很不像是7到8月份的台风 有一点秋台的味道 卡努台风最新预报路径大翻盘 原本各国模式预测将会直扑中国华东地区一带 但根据气象局31号预报 卡努台风将会大回转北上 预估周三接近琉球海域移动速度开始减慢 周四朝北北东方向大角度北转 气象局不排除在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 发布海上警报 周三到周四左右是目前台风 距离我们比较接近的一段期间 北台湾这一带的降雨也是持续在增多的趋势 而在中南部这一带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气象本砖台湾台风论坛也直呼卡努路径大幅修正 在穿越日本纳巴到宫古岛间之后 卡努卡在安行场内慢行逐渐北转 如果是这样的路径可能会拉长北部中部的大雨时间 另外也可能会缩短中南部强盛西南风的天数 粉砖更进一步分析 目前各模式预报有西行中国派跟北转日本派 其中也不乏靠近台湾的看法相当分歧 但不管怎么走中南部可能还是躲不掉西南风带来的雨势 但对北部天气影响程度就有差异 高压的强度似乎没有像宣前的预期来的这么的强 经过琉球纳巴附近之后的这个速度会开始减慢 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也强调 卡努台风路径的转变将会影响未来西南季风的发展 可能不会那么强了 不过这样的变化还要再观察 但他也坦言这很不像是七八月的台风 有点秋台的味道 卡努台风路径扑朔迷离 未来走向各界密切关注 这里是与西台北采访报道 稍微翻译